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意参加即将在9月底到来的市锦赛 瑞士精英赛也将要落下帷幕 那么通过目前的比赛以及训练 中国女排参加市锦赛的14人大名单是否能够确定 中国女排参加市锦赛的14人大名单 预测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女排 在之前公布参加时 锦赛的22人大名单 主攻6人 朱婷 张长宁 刘孝彤 李莹莹 刘燕涵 段芳 副攻6人 袁新月 杨涵玉 胡明月 郑一新 严一 高毅 接应四人 杨芳旭 龚祥宇 曾出雷 徐鹿瑶 二传三人 丁霞 姚迪 刁林宇 自由人三人 林立 王孟杰 孟子玄 根据世锦赛的参赛人余限制 现在的22人大名单 还需要减掉8人 保留14人大名单 那么在经历了精英赛之后 有哪些球员会入选这14人大名单 而又有谁会掉队呢 对于主攻位置 可以看到 新人李面 李莹莹基本上 可以占据一个参赛名单位置 段放和刘衍涵在此次的精英赛中表现还是不够好 特别是面对欧美强队的高度和速度 他们似乎还没适应 因此市锦赛中郎平衡可能不会带上他们 张长明作为女排中仅次于朱婷的二号人物 他在今年上位 参加过一场国家队比赛 他的竞技状态还未可知 因此他还存在一定的悬念和变数 但无可否认 若无伤病的困扰 郎平应该会乐意会把他带上的 除此之外 朱婷 刘孝彤 李莹莹 基本都是郎平依赖的球员 带上他们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对于副公 老将袁尼 以及副公主立元新月铁定需要出战的 新人胡明远的精英赛中表现也出现了起伏 于意大利的比赛 中他仅仅拿到可怜的一分 但他在与土耳其一战中又发挥不错 而且他有着速度快低特点 这对于对战欧美球队有着一定的优势 因此胡明远很可能会随队征战式锦赛 再说杨涵玉 精英赛中表现还是可撑可贬的 起码比高益和正义新有优势一点 因此 在我看来 副公人选可能为四人 严一 袁新月 胡明远 以及杨涵玉接应位置 基本没什么悬念 曾春蕾 以及龚翔宇铁定要出战 杨芳旭目前因伤也离队 长时间没和队友合练 郎平召回他的可能性基本很低 而许洛瑶虽然出现在的集训名单中 但他没有大赛的经验 因此郎平很可能不会让他随队出发 因此在我看来 接应位置的人选为两人 曾春蕾和龚翔宇 二传位置 此次精英赛 姚迪表现最为出色 甚至比丁霞还好 相比之下 新人刁林宇则表现平平 因此在市狱季二传人选为两人 丁霞和姚迪 自由人位置 那就更不用说了 孟子玄很难敬 争得过林立和王孟杰 结语当然 衣裳十四人大名单仅仅是预测 体育赛是有着很多各种意外 球员自身的竞技状态 也是无法100%保证 未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很难保证球员是否能够上场 但不管如何 女排球员都要努力做好备战准备 争取在市锦赛中拿到好的成绩 加油吧 中国女排 加油吧 继续 感谢观看